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国会在讨论债务上限的情况下 上星期说了如果是爆煲的话是相当严重的 现在还未到爆煲的时间 所以我们暂停 今天在说什么呢 经济学人在上一期的封面中出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中国威力即将见顶》 一个问号未见顶的 我们会追踪一下这个情况 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近几年讲得非常多 关于中概股审计的风暴 现在也有消息出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媒体是一个独立的媒体 也是一个正常运营的媒体 也是在美国正常注册的一个财经节目 所以大家可以多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从这个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 《中国威力即将见顶》一个问号开始 让王先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和他的题目呢 是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是 是 经济学人一向都应该说是封面故事都很内涵 他严格说他是一个在经济学界比较有名气 但他不算是专业期刊 但应该是相当有影响力的集资 他说过去的40年中国大陆崛起 一个应该说是全球一体化的比较显著的特点 其实中国是在全球一体化里面的一个使者 将很多产业转移 令到中国成为全球制作业的生产基地 在1979年中国实施了国家开放之后 平均来说就是这40年 GDP其实都是速度相当快 就是每年平均9%的速度在增长 这种快速增长 使得基本上我看到是过去 尤其是十年文革之后 中国是极到贫困 基本上来说现在大部分人 都已经摆脱了这种困境 那时至今天 中国目前也严格说 他在全球的产品 就是说工业产品的全球 占比到8.25分之1 还有现在来说中国 我们一起说的制造世界工厂 的确是它的制造规模 是从真索造了全球的经济的产业链 这件事其实在疫情那三年 体现比较严重 比较明显的就是疫情爆发时候 很多口罩和医力用品 都发觉有部分的产能 是需要中国提供的 其实这件事都是在灾难里面才体现出来 原来有些事情 原来全球体化都是有利有弊的 过去看到这些新的十年之后 看到1912年到2022年 基本上就是 现在新的北京管理层 是希望中国是用一些增长的影响力 是重新索造全球的地缘政治秩序 就是我之前经常说的 这个所谓的人类美国共同体 其中包括这件事就是重新要索造一个价值观 和一个政治秩序 经济学人说有一个陷阱出现 就是说中国是快速地崛起 而北京在承诺这个国家可以未来 几十年实现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復兴 但是在经济方面来说 我们看到的数据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十年前 普遍很多预测的机构 他们都在预测中国的GDP 或者可能是大概2045年 2050年左右 就可能会超越美国 甚至是保持领先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理的体 但是一看回来 现在这十年过去了 其实就看回这种 就是现在再去摧摧这些概念 人们很少 基本上来说 大家都觉得可能性是越来越缩少 会保持一种比较相对保守 和负面的一种态度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变化 在考虑现在新的一个思考出来 就是说 其实中国是否在影响力方面 和美国竞争 其实这个思考 原格说的 我觉得不是思考 就是看最近 这两三年 美国国会的一些 竞争法案 和一些其他的 商户制裁法案 都看到 已经是中美之间 在经济领域 和其他领域的竞争 是越来越激烈的 一些观点认为 中国的实力 相对于其他对手而言 目前是在下降的 并不是好像十年前 那个比重那么大 这个是认为 它要超越美国的可能性 变成了 中短期来看 基本上是越来越低的 其中来说 就是觉得 有一个新理论 就是现在 提出来就是 叫做 中国颠峰理论 他们认为 这个国家 现在已经去到颠峰状态了 他未来来说 就不可能超越他之前的颠峰 他未来只能够说 越来越多衰败 越来越多衰减 越来越多衰减 将平稳发展 他未强大到 足以破坏 就是全球厌有的秩序 同时就是说 现在全球对他 就是信心方面 是随着时间的增加 是一步一步的减少的 当然要留意 这个叫做中国颠峰理论的 一个研究架上 其中一个就是 台湾 就是台海战争的爆发 是一个誘法点来的 这个中国理论 就是颠峰是顶峰 顶峰中国理论 是基于一些 就是我们说的 过去中国 这四十年的快速发展 过去那种风 就是我们说的开旋 信风 是在过去那十年 是慢慢转变成逆风的 障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其中第一个逆风 就是来自于人口统计 就是过去那些十年 中国的色灵的 这些劳动的人口 不断地减少 而同时的老龄化 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从整体来说 人口的总体来说 现在印度超过北京 超过中国 另外来说 现在我看到北京 包括中共 也在说服中国的一些 夫妻生育更多的限制 但是我看到已经 从2016年 2015年开始做这件事 看上去也不是太有效 联合国认为就是说 到了本世纪中业的时候 中国的劳动人口 可能会减少四分之一 这个数字很厉害了 是 四分之一 基本上是我们说 基本上是要和世界工厂 基本上是揮手告别 因为你觉得很对 为什么很厉害呢 因为本身来说 一个是老龄化 它需要去抚养老人 第二个本身来说 它的劳动力 它没有那么多富裕 它要先 简单说就搞定 国内的生产和需求 接着你只要有多的 有盛的劳动力才可以去停 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 所以其实看回中国 可以提供五分之一的产能 相当部分都来自于 年轻人的增加 所以一减少 基本上就是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认为可能真的 算是非常 这个对于经济的打击很大 现在来说 工人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方式 因为只有人口不断增加 適量的人越来越多 你才可以创造产品 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化 因为中国机械化来说 我觉得未来这段时间 你机械化 人的机械化 总的劳动力是减少 就是会影响生产的 现在中国第二个经济问题 就是人均产出 就没有之前那么大的增长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留意一下 中国官方的聚事模式 很多时候都会强调 是中国总体GDP 实际上来说 在人均方面 他很少去提 因为原因就是 因为过去40年 中国人口也不断增长 他怀疑那个GDP数字 也是有一个增强的作用 而人口老龄化 和生产力减少 他未来来说 这种人均增长 是最明显的一个 看出来的 另外港州 现在那个 由于中国社会 照顾老人 和家庭照顾方面的社会 保障 是比较疏于这方面的 所以中国社会可能未来来说 就是离开 就是我们说的 他会认为离开 这个封顶的原因 在其中一个国有 更多的社会资源 和人口 是会被用于 就是强迫地 他们留下留下来 照顾老人和小朋友 我们看到现在来说 就是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数据 就是这几十年 中国的房子 公路 铁路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支出 是现任一个 我们看到是在递减 就是慢慢地递减 经济学人也提出一件事 就是说他认为 目前北京的 现在越来越拿得比较死的 经济和政治上的一种 比较高压的状态 令到一些企业家开始 尤其是民营企业家 越来越紧张 长远来说 可能会大幅度地降低 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能力 另外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三年的疫情 加上地面政治的紧张 令到很多 而不是在中国 应该说是更运比较深的企业 以及一些根深蒂固 比较在中国 已经做了几十年的企业 都反而是很急于 将它供应链向中国移出去 这件事相对来说 又刚好撞了 美国白宫现在是一直想限制 中国在某些技术方面的能力 例如人工智能 我们所说的芯片 以及一些高端的制造方面 所以来说 人口减少了 因为人口 本身来说 如果中国还可以维持人口 比较高速增长 还可以在一些高密度的 包括制衣 房子业 以及一些我们所说的 家用电器这部分 还是争取的优势 但是这部分 如果人口减少 其实伤害比较大 第二方面 高端部分 也都受到欧美联手的限制 所以来说 我们看到 美国和欧盟 一盟友 越来越开始倾向限制中国 在半导体 机器方面 尤其是包括日本 全日本的机床出口 在中国 我们看到 过去一季度 都减少了十分 大概十几到二十之间 差不多二十点 留意日本 我特别讲日本 因为在高端制度里面 很讲究 机床精密加工很重要 日本的机床 德国去日本是很出名的 日本的减少是明显的 我们觉得对中国 未来在中高端制度方面的发展 是受到相当大的制约 那这些看上去 刚才我们讲的 这些因素 其实是在削 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 长期的一个方向 在十二年前 高盛就比较乐观 他认为中国的GDP 是会在2026年的三年之后 是超过美国 而且来说 本世纪里面 就是中国的经济 可能再增长到50 现在我们看到高盛 就完全改了这个说法 但是高盛还是比较乐观 他认为中国是会在2035年 十二年之后 就超过美国 而且他颠峰值的时候 就是 刚才我们讲的 他颠峰值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他的峰值比现在 还要高八十五的 但是除了高盛之外 其实更多的跌完之旧 都是比较悲观的 包括capital economic 他认为 中国经济 应该说 他认为短期 他可以看到 永远都可能成为不到露台 而且他认为 按照高盛计法 他很高的 都是在2035年 能够去到美国的百分之90 已经是相当灵害 而且他认为 这个可能成绩 其实都不是这么大的 当然 预测就是预测 不是确定的 但是比较有说服力 第二点就是 其实中美之间 其实现在在全球的经济方面 政治、军事方面 已经形成了个 我们说的 不得不承认 两大核心点 其实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是不断左右 全球的 经济、政治、军事 外加方面的运行 这方面来说 就不得不承认 他已经成为了 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样的国家 是 先来讲 高盛 他的预测 仍在预测 这个情况 其实呢 是不是高盛 我们一直都在说 当北京方面 需要外来之间的时候 其实高盛 去捧场 其实是经常性的事情 而且高盛 在中国大陆 其实也赚了不少钱 可以这么说 那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原因 他要被迫 高估中国的经济 你讲得很对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投资银行 或者投资机构 出报告 是有两个版本 就是我平时说的 付费版 和免费版 那时候 免费版 对普洛大众 收费版 收费版 也有分级数 你知道有99 299 还有门钙 五百万元上 才可以看的 这些是门钙的 高盛肯定是相当多的基金 就是投资到中国大陆 和新兴市场 那这些基金 那时候都是一些 我们说的 顶端的捏食者 不肯定不是普通股民 那它这些是 如何进去 如何出来 就是一个高度 所谓的秘密 那有时 不排除 它用这种方式 放烟霧来换手 一方面可能吸引 外力的资金 接它在国内的一些 肯定是投资的波 就是我要出货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 就叫做 这件事你都没有看少 北京的做法 就是当时 我们刚刚刚有另外一个採访 讲房地产 2015 13、14年 有一句话 就是中国叫房地产去库存 这道理 很多人以为去库存便便宜 以为好像什么是百货 但是这样价 我自己的黑色星期五 其实不是 真正高手 是涨价去库存的 就是说得很好 那就顺便去库存 我想高盛这件事 不排除 有些时候的揣测 可能是 涨价去库存 加价去库存 反而是 脱货 这个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是想说 所以王先生 一直在说 免费是最贵的 可能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就是 王先生一直在说的 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经济学人出了一篇文章 说到中国的影响力 威力去到见顶 究竟是不是呢 其实现在很明显看到了 在中国大陆 现在的经济下滑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共怎么救呢 似乎我们看到它 好像没什么办法 王先生 是 经济学人这个报告 在下半部分上说这件事情 就是中国 可能会怎么应付 就是它可能 怎么应对这种情况 就是 如果第一个就是 APNA 就比较平坦一点 相对来说 是比较乐观一点的认为 就是说 北京可能会改变一些 它的策略 就开始促进生产的 经济的增长 由于现在目前来说 中国其实的人均是相当低的 尤其是可知潑收入 基本上老百姓 是比较希望增加他们的生活水平 那它可以 应该说 就是 客观 就是我们简单说句话 就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就实际上去做一些 我们讲的经济问题 不要搞那么多其他事情 应该说 其实这个APNA 它比较乐观 它认为政府方面 可以停止 依赖一些很浪费的 国有用银行和企业 其实这种真的是 一个 就是中国这些国企 中国有用银行比较浪费 它应该说 就是更多去规范一些 民营经济市场 去扶植一些民营经济 以及对境外公司 一些国家公司投资 不要用一些比较棘手 比较处逼人 那种不友善态度 以及如果缓和一部分的地缘政治危机 以及来说 多一些令到企业相信 中国做生意是合规合矩 而且很安全的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APNA 这种情况可能就会令到 我们说的 中国的发展会平稳很多 甚至可能会维持 在风直附近的上下流动 就不会高速地下滑 这个是比较乐观的APNA Plan B来说 很担心悲观主义的看法 他认为经济继续下滑 因为中国本身好像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烧开的窩爐 它不断消耗 它不断变大 不断消耗 过去中国十年发展 包括一带一路也好 中国这么多建設也好 其实它需要的钱来养护 你比如买一部车 你都要买保险 加油那样 你都要加密码水 当它做到这么大头 它需要不断燃烧 它很多的经济指标 当这些经济提供不了 那么多力量 它就开始变得 会向内和向外的 两方面的更加有侵略性 和我们说的攻击性 这部分就是担心 因为过去十年 中国是 你看到很迫近一些 很明显的 这种叫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 越来越敏感 越来越对外方面 越来越战狼 战狼 因为客观说它 其实是民族主义 和比较硬朗一些 或者比较强一些 的方式 我们看到 警察韓非常担心 就是说 我们看到中国军费的渔船 实际上是 基本上是 现在是每年的增长 其实去年版本是不多的 之前有一个节目做过 中国的军费渔船 差不多是 经常是增长 放在10左右 上下下 放在7、8、9 放在10 经常都有 它比GDP还要高 高少少 虽然它开支 军费方面的开支 是低于美国的 但是最近 在追港的 另外来说 军费之外 是维稳费用的 你就知道这个维稳费用 军费差不多是一比一的 所以我们看到 但是这些 有些人说 维稳费用可能是针对 国内老百姓 但是始终这些都属于 我们说的武力机关 也有武力机关 也有强大武力的 这些都是对于 其他国家来看 中国认为很强大 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说 它认为 对他们的军事力量 或者我们说的武装力量 看回来说 到了2030年 尤其是中国的海军 规模是相当厉害的 根据经济海洋统计 是2030年指 中国海军的规模 可能是从 舰艇总数 和舰艇敦位来说 还要比美国大一半 同时就是 之前我们也说过 停电问题 中国其实不断地 在提升航母气 未来十门中国的航母气 还会翻量 所以当时我们 日本是最留意中国的航母发展 看回来说 经济海人自己的说法 比较中立地看 中国的过去20年的崛起 这个速度很快 但实际上 它也在製造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它迫使全球经济 和地原政治进行调整 它其实一直想 重新改写 序事模式 改写游戏规则 改写地原政治规律 这种 这种破坏阶段 或者我们说的 打破旧世界 以前 旧社会特革命一样 他认为是打破旧世界 现在的可能性 他认为是一个 差不多要过一段落的 因为上次看回问题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硬实力 和演出力 很难说 在短期之内 就像过去 大家 尤其是 特朗普上台之后 从欧美开始 的确是对于北京 对中国的景视 明显是一百多度的转弯 就是过去 擁抱熊猫派 在华盛顿是佔主任 现在擁抱熊猫派 在华盛顿 其实并不是完全变化了 所以来说 在这种气氛里面 加上这种工制 在过去疫情 和这几年的发展速度 和它的产业转移方面 他认为很难保持威力 去改变整个世界经济秩序 但是同时来说 也都不难见 要警惕一件事 始终北京的决心 和它的体制问题 它的体制 也都是它对于一些 国家的经济前景 它是用一种 左右 比较激烈的 一种非黑色白的模式 这件事是要留意的 而且它现在来说 通过40年的发展 能够和美国 虽然不能够 使用世锅力的敌作 但是它对美国的全球华益权 是有相当大的挑战的 尤其是 我们看回美国国会的竞争法案 很明显 它既然认为你竞争法案 它是在暗示你 是有能力和它竞争的 所以我们看不到国会 它说朝鲜努动党 竞争法案是这样的 它说朝鲜努动党 就是未到斑 所以客观看回 它的发展 和美国的竞争 是越来越明显的 当然 显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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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或者北京 它有充分理由 避免一号万能自大 以及可以减少南海 和台海峡合合的军事冲突 这个关键点来说 就是美国和它的盟友 是否可以大家尽量减少 误判对方的意图 而减少冲突 这个 显然出现这份评论之后 之前 因为我们之前有个节目 专门讲 就是说 欧盟和美国现在 是突出了一个新观点 我们当时也说过这个观点 应该说是未来的方向 就是去风险化的来往 我看到最新的 昨天就是 美国的大使馆 它专门在国内 就发了一个文明 就说 布林肯国务卿 就说 应该对中国 对北京来说的就是 我们不尋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或心病冷战 我们也不试图揭制中国 事实上 美国和中国保持着 全面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我们大多数盟友 及合作伙伴也是如此 那么它很强调自己 那现而 这个有时讲话 但是这个才是关键点 现而我们坚决地主张 去风险及邦化 而不舍断勾 我们还致力于 以盟友和伙伴合作 推进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一个和平 并尊重基于国际固定的地区 那其实 虽然简单 我看到是200字不够 但是它里面 有几个大家知道 重点的就是 它第一个很强调 美国这次 就是对华政策 它不是一个人 博布斯也有三三三刀 它拉住了大多数盟友 那第一个第二个来说 它很坚持一件事 坚决地主张就是 要求去风险化和多样化 就是不是脱勾 就是很明显 第三个 你也说明了 它上来说 大部分盟友和它一样 都希望就是 和中国保持一个全面合作和投资关系的 另外第四方面来说 就是它很强调就是说 要保证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话题 就是要中国在台海方面 和我们讲的 南太平洋 和南中国海 保持一个相对来说 尊重自由开放的态度 这件事就是 态度比较明确 因为实际上来说 大家都在评估 如果是封得太死 脱勾或者甚至关系太过恶化的时候 难免会产生一个 就是担心 中国或者北京那种 他可能用民族主义 或者用其他方式 就是我们来说 走另一条路 这条路来说 由于中国在军事方面 是对世界有一定的冲击力的 所以他担心 如果走这条路的时候 美国可能和盟友 就多一个比较难以对付的敌人 所以他 我觉得这个 这是很明确的意图 当然还有一件事 就是现在 其实在说的 就是尽量 让习总和普京要分开 现在他在说 我不跟你脱勾 我只是跟你做生意 那和普京有分别 OK 在这方面 我相信 中共方面 或者北京方面 如果欧美和他做生意 那他当然 他不会乱拿武器给普京 很明显和普京分开 如果一分开 普京是武行 普京是输硬 可能会有这样的意图 其中一个 可能会是这样的 OK 那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 我们暂时讲到这里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转头回来 我们来讲一下 美国证监会 对这个 中概股的审计 这个情况 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剧场 李宗盛 张志明